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Ibaa Santan Tarnida 今天呢,是父亲节 我在Facebook上面,我就看到 麦当劳有一个offer,就是讲说 有一个新款的Burger,叫做Real Burger 然后,它有offer,还有薯条,还有一个Clock Flow 才$9.99 然后,刚刚好,我有出来做工的话 我就顺便来买一个,来试试看 它这个新的Burger 蛮有划算的,就买来试试看啦 因为我本身也是很少吃啦 我们现在就来试看下它这个新款的Burger 六,六Burger 不懂什么口味的,第一次吃过 我们来试试看吧 我们现在是已经进入MCO S2MCO的第20天 今天是20号 在车上吃东西已经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因为不能吃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Burger 里面有蔬菜很多,有一个起司 然后它有一个肉 它这个肉呢,不是属于那种真正的肉 应该是合成的肉 然后就是味味的咸 然后没有什么特别 或是有一点点辣 我吃不出它的酱料有什么特别啊 或就是有一点点微微的咸 可能是cheese的味道 然后就是蔬菜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Burger面包 它的肉呢是有点是合成的吧 它这个Burger是属于比较特别 就讲说它的肉里面呢 有一点点像是真正的鸡肉 但又不是全部它又可能是有点合成 又一半这样子 然后口感的话是有微辣的 总的来说是不错啦 它上面的话就有黑白芝麻 最主要的话呢 是它这个Clock Flow 它里面呢有放这个 冰淇淋,网尼娜的冰淇淋 最近呢天气很热 随便嘛 你试试看一下这个新的Burger 刚刚呢其实发生了一个小差事 就是我去Order的时候 它要给我收原价的话是17块多 我不明白什么关系啦 因为今天是offer的嘛 然后我就讲说 啊为什么是17块多 然后我讲我要offer的 那个 哦他讲他讲哦你要offer的 他们不会讲说 自动说 帮你apply这个offer的东西 你要跟他讲 我要的是offer的价钱 他才会给你offer的价钱 时常都会听到有人讲说 因为他们未了 他不会问你你要blush 就讲说你要什么size的 因为我们normal的size是medium 他有时候他不会问你的 他会直接跟你upgrade成blush 他可以赚掉多钱 像这个offer的价钱 呃是9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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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时要给我收原价是17块多 要提醒他 他才可以听到我这个offer的价钱 希望麦当劳发病的话 可以有一些改进 他们本身做offer 像上次offer那个 麦当劳的happy mint 然后他有讲说可以free upgrade去milo 发生什么情况就是讲说 他这个每一间啊 几乎你去到每一间 他都跟你讲 那个milo的比起坏了 就是讲说他做这个offer 他只吸引你来 但是他没有那个东西给你 那你也是想到说 反正我都来了 不要空手而归 他这种做生意的手法 我可能不好啊 他这个酱料呢 有一个特别的味道 可能就是他们所说的这个reo burger的 特别的酱料 但是我吃不出来 他是这样的 要怎么形容呢 有一颗很特殊的味道 我不懂这样的形容 有点像什么南鲁吧 不是像南鲁的味道 他这个味道是ok可以吃的 但是我形容不出来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